凤军当年为什么不去救张学良? 东北军前身为凤系军阀,张作霖所统帅的军队,因为总部在凤天时,被称为凤军,辛亥革命之后由东北地区的保安部队和新军组成。 东北军最辉煌的是张作霖时代,二进山海关打进北京,那是二十年代,凤军在二十年代有两次辉煌,1920年凤系联合直系击败反系,势力扩张到山海关以来,1924年爆发第二次直凤战争,直系惨败,凤军控制了北方大部分地区,势力直逼上海。 1926年春,张作霖入驻北京,到1928年,凤军被蒋介时,李宗仁、冯玉祥、严西山的联军打败,退回了东北。 1928年底,东北一旨之后,张学良的凤军被中央政府改编,为国民革命军东北边方军,简称东北军,编程步兵二十五个旅,骑兵陆干旅,炮兵十个团。 1931年,拥有兵力约三十万,到918事变之前,东北军又获张到四十多万人。 1931年,东北军边防军有步兵旅二十九个,骑兵旅八个,炮兵旅三个,另有独立的空军,海军与吞墾军,总共约二十八万人。 此外,省防军,民团等非正规,武装十八万人,东北军总数约为四十六万人。 为何西安事变后,凤军却不出手去救张学良呢? 首先张作霖的身亡,实际上就已经让东北军的分离倾向加剧了。 张学良上位后,一方面压制不在凤隙与张作霖行辈的老军阀,一方面短时间内也无法掌控自己的凤隙嫡系势力。 随后九百一十八事变,在陕北作战被红军吊打,更让张学良的威望不断下降,等张学良在南京被禁锢后,留在西北的东北军很难拧成一股绳。 其次,老虎青事件张学良杀死杨宇婷,从事后诸葛亮的观点,看来这完全是败笔,等于把张作霖临临死前留下来, 这东北军嫡系领导班子一举摧毁,自己坐稳老大的位置后,又一心想掌控所有大权,这就导致从杀害杨宇婷到西安事变。 除了张学良自己之外,其麾下根本没有第二套可以掌控控制东北军的领导班子,即便是资历较高的王毅哲, 在几年前的918事件期间也不过是个绿杖,张学良一走,东北军上下群龙无首,王毅哲想稳定局势,却也落个身死人亡的下场。 当然最根本的问题是,当时东北军虽号称有二十万大军,但已经失去了跟中央较稳的本钱, 有些人说918张学良不抵抗是大不过,所以要保全实力,可事实是他的目的达到了吗? 一个军阀想要保全实力,不光是要有军队,更要有地盘,有地盘才能有足够的资源来维护军队,否则军队就是无缘之水,灭亡就是时间问题。 随着九腰把和热和尸首,张学良丢了缝隙几乎所有的地盘,空有二十万大军,但只能等着中央拨抢才能维护, 即便在陕北被红军干掉三个师,老蒋大笔一回直接撤销东北军这三个师的番号,张学良也只能同意, 只望正等着中央喂养的东北军去救张学良,已然是不可能的事,更别说西安事变事发不久, 中央就开始准备调集几十万大军对陕北实施围剿,已经被断响的东北军, 在群龙无数的状态下只能任人宰割。